嗨,大家好,廣州人在洛杉磯 現在這個時間已經是10時45分 繼續在我這個後花園這裡就是曬太陽 很舒服,居下一期 今天特別精神,因為昨晚就是10時睡覺 睡到今早6時多醒過來 這樣一直現在就非常精神 又喝了咖啡,然後跟著在這裡吹一下水,聊聊天 今天的加州陽光都不錯 它不是說很曬 因為天空上有一層雲遮住 所以這些都不錯 加州陽光在世界上真的很厲害 這些全世界是有命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 洛杉磯這邊這樣的陽光 加州陽光其實是很毒的 其實是很傷皮膚的 所以在世界上就說加州陽光是最漂亮的 其實那些如果沒來過這裡生活的人 就是一直都認為加州陽光是比較什麼 那如果你真正是在加州這裡住的話 那如果是熱天的時候 你是要做些防曬露才行 要保護好皮膚 如果不是的話 它漂亮夠漂亮 一朝時間 整體來說一年 整體來說一年 陽光的充足時間 那些照射來說是很充足的 它又不同就是西雅圖那邊 其他地方就是每一天都是下雨的 在這個加州這邊就沒什麼雨 加上又不下雪 一年四季都是比較舒服 那我就是在二月份的時候 我是駕駛大卡車跑過外洲的 那出去大概有兩千多英里 就是在中部地區 那邊就很冷的 又有雪粉的 飄雪的 那這樣 嘩的確很冷 那相反呢 在加州來說 最冷的都沒有外洲那麼冷的 所以這一點來說 你是有對比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 是經常在美國呢 就這裏去那裏去的話 那就可以感受到那個天氣的情況 所以難怪很多人來說 就 全美國 去到這麼多地方之後 都認為 就是在洛杉磯的天氣是非常之好 那很多時候就是在那些金字媒看 有些人拍 比如說有一個人 就在 他到處去的 又去溫哥華 很多地方 紐約 或者其他地方 他都生活過 那他在洛杉磯這邊 就發現 這邊的陽光的確是 不錯的 那他都說 真的 都想說在洛杉磯這邊 就是 住 低下來 但洛杉磯來說 那些屋 非常之貴 房產 貴 租也貴 這樣 所以 這一點 就是望而卻步 因為 在洛杉磯來說 五日食 可能 所謂便宜 其實 都差不多 在美國的食品 都差不多 沒什麼 便宜 不會說 貴又貴多少 便宜又便宜多少 但總體來說 這裏 最關鍵 就是 租住 比較貴 我以前 聽說 在美國 中部地區 來講 他們那邊 就是 好像三四百元 整棟樓 給你住 當然他們的工資 沒有加州 那麼高 住得非常便宜 幾百元可以擁有自己的屋 不用去買屋 供屋都可以 這樣去生活 其實都挺好的 如果是英文的話 其實去那裡生活都挺好 另外當然你去哪個地方生活 最重要是 你在那裡有沒有自己的事業 有沒有自己的工作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還未到退休的年齡 所以對我來說 哪裏住都沒所謂 反正說吃方面 我不一定要吃中餐 我現在麵包我都可以吃 其實我以前在廣州來說 我很少吃麵包這些食品 但在美國來說 麵包我差不多每天吃都沒什麼問題 而且很喜歡吃 所以這件事 我對食物的要求並不高 我自己有獨特的一種個性 就是喜歡休閒 喜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這裡逛一下 那裏去一下 我覺得是不錯的 比如說如果去一個新地方 因為我又喜歡拍視頻 所以說去到哪裏的話 我都會有相機給我 我可以在那裏同樣拍一些當地的人民風情 那些人民地理之類的東西 就是可以做節目分享的 我曾經有機會去夏威夷的海島生活 因為很多海 在沙灘上做節目 其實我覺得是我的理想之中 所以哪裡住都沒什麼問題 全世界任何地方我都可以生活 但每一個地方又不適合太長 一個地方你們生活有半年時間了 你們就很主意陣地 就好像游擊的生活 但你說長期住一個地方 就算是加州、洛杉磯這個地方 你暗天氣暗也好 我都覺得好像你住的時間長了 都不是說十分之喜歡的 因為我不喜歡那些一城不變的生活 最終是喜歡這裏去那裏去一下 之所以為什麼說在廣州 我住得好好的 為什麼又喜歡出去看一看 這個就是可以說明的 其實在廣州我都住了幾十年 很想說出國外去見識見識 當然我現在就來了這個 洛杉磯這邊生活了一百年 但是給我感覺上 人有多些經歷是比較好的 多些經歷 都要很多時候 很多事情並非你想像中的意義 想像中的意義也不是我的理解為 不是說哪裏不好 而是最重要你要自身 你要做好很多這些 起碼你要做好自身的基礎才行 你不是單單和你一個人 你自己為所欲為 還有要照顧好一個家庭 或者是父母之類的 期待你去要有些事 以不用詞的要去做的 而不是說你任由你自己去 或者是天馬行空到處去 所以很多事情來說 自己都會在這方面來說 都是要有計劃的 不是說你上這裏去下那裏去下 你又可以甚麼都不顧 這個樣東西也不行的 今天我就在今天精神 通常我都是會在這樣的時間 就是幫大家聊聊天 分享一下東西的 當然我有時分享的東西 可能會天馬行空 有時自己的思維轉得比較會化 有時我想到哪裏 我會突然間說到那些地方 但我都是聊聊天 不是說今天有甚麼要分享 反正就是財意性的 在這裡就是吹牛皮吹水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好 今天就在後花園這裡 坐在那裏做節目也不同 在室內也不同 反正就是窩居 這段時間窩居 其實就是多些做下節目 多些在這裡就 就是一種聊天 是一種聊天 不會因為窩居在家 而是沉默寡言 不是說對著一台手機 看新聞就可以不出聲 同樣是一樣可以 用這種方式 一樣可以 所以九點八六也是可以說說說話的 所以 其實 一句話就是興趣問題 所以 有些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現在開始已經是十一點鐘 在那一小時又可以吃中午飯 早上七點多的時候 我又是吃了一個山河粉 吃了一個雞蛋 中午同樣都是吃麵 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 嗯 噢 今天 耶 這樣 我都覺得 晚上就早點 休息 大概是三點鐘休息 翌日 你睡一覺翌日 其實你日後就很精神 不需要睡那麼多 那就是有規略一點 好像今天就非常 精神非常之好 但是呢 昨晚是累過頭 十點 十點多鐘累過頭 我才睡 那如果今晚來說 如果是精神精神 我確定 不一定會睡得到 但我希望就是 每一天都是晚上 最多不要超過晚上的一點鐘睡 這樣翌日就是 那人的精神 你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今天早上六點多鐘 我就已經是 出來後花園這裡 就是吹水 聊天 那挺好的 這樣聊天 又可以分享一下 嗯 那我在這個 銳二世紀 這樣的頻道 最舒服就是 說什麼都可以 吹什麼水都可以 就不用理會 要問就就 反正有什麼 就說什麼 這麼劇趣性的 這樣 在這裡做下節目 是非常非常之好玩的 一件事情 好了 現在就 有談那麼多 不用談那麼久 好了 拜拜